哈囉大家好,我是查思 哇,好久好久沒有看到這種Vlog的開場了 現在我們人在旭川車站 這裡是北海道的第二大城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的原因是什麼呢? 在明年的六到九月是道北赫良野地區的花季 常年都吸引許多遊客來欣賞包含等不限於薰衣草在內的美麗花天 而我們今天除了要乘坐一般特別的觀光列車以外 還要來跟大家聊聊北海道鐵路的一些現狀與議題 好的,那時間不早了,我們就進站吧! 我們今天乘坐的富良野美英曼車號由北海道第二大城序船出發 沿著富良野線穿越大片花田與田野幾關後 抵達富良野市的富良野車站 富良野線是一條地方交通線完工於1913年 早年是旭川及串路兩大城市間的交通動脈 而現今除了是旭川都會區內的通勤鐵路以外 也是進出富良野地區的重要交通動線 近年來隨著富良野及沿線政府推廣花季觀光 在每年六到九月的夏季會開行這樣的觀光列車 行駛在旭川到富良野之間 今天乘坐的列車由一節第一十五牽引 後面的三節客車中有兩節是指定席,一節是自由席 為了把我們手中那可愛的全國界Alpas用到極致 這班列車我們選擇了自由席出行 好啦,其實是因為我沒有搶到票,對 這列車有一個特色,就是為了方便乘客欣賞美景 以及導入了人與景色融合的改造理念 富良野美英曼車號的座位都是朝向車窗兩邊的 晴天時會打開所有窗戶 以取得這樣一個酷似藍皮解油號的效果 列車從旭川站出發後,拐了一個大灣進入富良野線 在這邊的路段還處於旭川都市圈內,沒有什麼風景 我們先來看看這列車內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富良野美英曼車號的座椅都是木紋材質 可以感受到…就木頭你是要感受什麼 我覺得這拿來當作觀光列車是滿有特色的 只是我大概不會想要一整個小時都是這種座椅體驗 再往前走,前面的車廂設置有索取沿線介紹的櫃台 裡面有沿線地方政府製作的廣告刊物等等 而整列車再往富良野方上的車頭端有展望功能 事實上這傢車廂就是一個駕駛拖車 因此坐在最前面的展望席可以用不同角度欣賞沿線的風景 上車後10分鐘就會開始發放這張乘車證明書 這基本上只要有在車上就能夠鎖取 同時每年度開行的列車發放的乘車證明設計都會不太一樣 有趣的是列車的車內有設置暖爐 這是考慮到本列車開窗觀景的特性 同時這行列車甚至會在天氣寒冷的冬天形式 因此暖爐就是設計用來取暖甚至烤魷魚 我們剛剛抵達美音站 這裡主要是以花卉和農產品為主的層次 同時也是富良野線中途的最大站 雖然說是最大站 美音站的每日成站人數僅約數十人左右 本站的停車時間比較長 有很充裕的時間下車晃晃 不過天氣也開始變得不是這麼樂觀 飄起了綿綿細雨 嗯,看來今天的天氣不太賞臉呢 列車繼續穿梭 進入富良野盆地 這一帶都是田野景觀 不過不得不說 對於查爾斯文來講 這種風景比身處水泥叢林的大都市 來得更加令人嚮往 或許也是我特別喜歡北海道的原因吧 列車逐漸放慢速度 讓我們欣賞沿途美麗的景色 不過這樣美好的風景和鐵路可能持續不了多久了 根據這二北海道提出的難以維持單獨營運區間中指出 包含更不限於這條富良野線在內的1200公里路線 因為沿線人口降低,聚落逐漸凋零的緣故 這二北海道開始向地方政府討論路線程序的議題 富良野線雖然在夏天花季具備大量觀光人潮 然而這一代多數車站每一天的利用人數不到10人 富良野這座城市的人口也凋零到只剩兩萬出頭 放在台灣,就算是年損50億以上的南迴鐵路 沿線的聚落規模都比富良野市大得多 好的,我們剛剛抵達富良野站 現今的富良野市為了維持地方觀光能量 積極的爭取北海道政府方面能夠下發更多資金 藉此讓這二北海道維持富良野線跟市本線的列車運行 因此富良野線在短時間內相對來說沒有廢止的急迫性 然而隨著將來人口持續下降與替代公路建設的完善 幾十年後,我們還看得見這樣的風景嗎? 恐怕得留下一個問號 而不只是富良野線 這二北海道除了札晃都市的通勤有路德黑字收入以外 由於沿線人口凋零的問題早就虧損得一塌糊塗 因此一直在追求透過上下分離或第三部門化的方式 來降低營運主要路線的負擔 所謂的上下分離 指的就是把列車土建設施的維護成本 及列車的運行分離開 常見的模式是由地方政府出資維護路線與車站 而鐵路公司則繼續營運這一段鐵路 這也是目前正要北海道在許多路線上嘗試的一種模式 好啦,離題了 總結一下這一次搭乘列車的體驗 或許是因為天氣不好的因素 其實觀景體驗並不是特別好 然而搭乘能夠開窗且內外裝都頗具特色的觀光列車 本身就是這個旅行過程中的亮點 同時像開窗吹風和前面展望這種方式現今台灣 比較難體驗的乘車樂趣 我相信如果天氣好一點 旅途的分數勢必能夠更高 不過影片拍到這邊其實我覺得很感動 感動的不只是因為這邊的風景還是列車 而是那一種沿線居民共同為了振興自己的家鄉所做的努力 他們不只形式上歡迎鐵道和觀光列車帶來的訪客 更能夠感受到他們對自己的家鄉所擁有的風景感到非常自豪 這種看待在地發展的態度 在台灣我是真的很少看到 好 列車始入終點站 我們今天的旅途也到這邊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集Vlog呢? 我自己是拍得很開心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按讚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